但是他真的每一个角度都能拿得出手 这就是让人去很难去针对他的一个点 是的 雕刻家 最终还是拿雕刻 因为邦邦的话感觉会被无伤救两波 就自己拿出来 因为他可以扳掉四个求生者的情况下 女巫是可以打的 这个点位很发散 对 左手右手都有人看一下第一个找谁 大门废墟里面关一个自闭 可能要先追这个囚徒 我肯定是找到就抓的 对 已经看到脚印了 现在看到天赋是带了封窗加底牌 没有什么 对 流行的一个张狂 但是这个图带封窗很重要 那不倒车是拉近了距离 走脸上了 这里能卡 那只能说电给个拨 但是还是吃到了一个交护甲 是的 怎么讲 前面两个板一踢 因为有快踩 所以追的还挺容易 而且上面好像带的是兴奋 是 安逸这个天赋其实还是挺拼的 先给鸟 而且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囚徒这个牵制 没有能利用它的一个加速 是 那前面你要交互 哎呦 可惜 终于是交出了一个窗坛 前面是板坛窗坛都被捏在手里 没错 还好一只鸟是挡住了第一波攻势 给了一波擦刀嘛 有一个加速的机会 但现在的话你又要吃一刀 再拿一刀 那前锋这边要好远 但是这个位置只能给一波 没晕到 那感觉可以换锥了 这个技能开得太快了 这样的话 等下只要再拿不到两刀 就开出自己的一个二阶 是的 他这也没有考虑换锥 因为他觉得 前锋球太多了 对 觉得前锋还是有球 没有必要 你这样的话 你前锋留给你去摸状态 球也不会太多 抓球图防止他修太快了 卡在这个角落上 因为没有展现 这个位置要倒了 这个位置不能进 哎呦 直接架势 这锋面部还是很高 是好处就是存在感没有给到很多 但坏处的话 就是相当于没有给到插刀 是的 那现在通缉到了前方 这里还可以阻止一下 好难受 这样的话球用者 互摸状态被打断 那只能让 九孟图的空军过来 但是这边意识很到位 应该是拦到方向了 但是没有看到人好像 没有具体盯到 但是九孟图被吓得走得很远 这个人要过半 是的 现在求生的方 甚至有可能不救 如果你要卖的话 问题是他手上有技能 这个技能给到球用者的压制力太足了 而且没夹到 这下没有夹到 对没有夹到 但是干扰到了密码机 而且前锋这边不好过来 那能不能说安逸这边有意识的排到空军 如果他能排到空军 可以直接选择去接 有看到吗好像是看到人了 对这边耳鸣应该定到一个大概方位 这里身影看不到吗 还是怕偷人 他怕先知来 怕先进一波灵性 现在用粉厂看着一眼 没有人来偷 那应该是放开 可以直接去接空军的节奏 这个选手感觉这边意识小心谨慎 就是不给你任何的机会滴水不漏 是的 那九孟图现在一定要站出来 可以看出来是比较谨慎的 这里已经夹到了空军一下 怎么说要换节奏吗 这一波换节奏的收益 还是想去找先知 他想抓没有道具的先知 是的 因为他如果抓先知的话 他这个兴奋等下在手椅上面 而且大门这个点是一个废点 没有任何的板子了 就只有一个机子旁边的板 没错 现在只差一夹开二阶 这个夹太漂亮了 夹到了一瞬间直接开二阶合成 对 直接利用自己的一个墙 当成了一个炸业物夹住之后 开出二阶 然后两个雕刻再合成 瞬间炸残 再补上一个普通攻击 直接打头 这个新人真的是操作和意识都全部拉满 对 现在有很多的雕刻家都会去利用到 而且他现在集成在手里 轻轻无力的一个前方 真的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边的撞很秀 但是没有用 只要这里躲掉了 想再留点雕像 无力这里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一波操作 但是这个人有可能过半 这一组有没有机会 怎么说 这边先夹断一下 卡了一下 那第二波 回来的雕像没有夹到 没有夹到 而且这边没有过半 是的 手上雕像是蓄不出来了 等于说这一波手以小小的亏了 那现在还得等一组雕像了 但是整体的节奏 现在还是监管者这边的优势 只要能够快速击倒先知密码机 都过心理博弈 直接抽倒 对于空军来说 他这个血量其实来救人是比较危险的 而且前锋在外面修机 二阶坟场 就唯一的好处是前锋刚刚把技能逼了 还救下人 没有双倒能去补击 让空军又用枪来打一波机会 但是安逸感觉这波的话 手以的一个成功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有很有可能成为变数 这局带来一个三抓四抓 一个坟场 逼得狐狸直接交球 手上已经没道具了 不能倒 这样的话密码机还是不够 因为需要补完大门再去补小木屋空军的遗产 而且空军现在救人 但是雕像不多了 那空军这波救人压力 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 他得留一组 留一组在佐梦图这里 他现在要么炸倒 直接交枪 漂亮 这个枪开的毫无仿媚 那这里空军是没有 没有一个坏钱唯一的 这一刀能不能打到 这一刀扛到了 很关键 我的天哪 密码机的话 虽然它能拨 其实是可以考虑换挂 其实是可以考虑换挂 因为有两台 它有本场 敢不敢 不换挂 还想追 他觉得前锋一个人水 没有把他补完两台的 一个远程二接合成 要了 而且这波前锋也得走一走 你敢凶吗 现在挂飞以后可以放心的追前锋 对 只要他震住一台密码机 他手上有底牌的一个雕刻虾 不过大门这台是前锋强行开掉了 能开 已经开掉了 只剩木屋那台了 对 安逸这边看他的一个意识 能不能说投倒前锋 或者去管那台密码机 有脚印 但是太远了 所以没有放 现在如果说强管空军的话 是有跑一个的机会的 没错 但是他手上有底牌 其实打针对去传送 也是有机会四抓的 对于安逸来说这个局 正在陷入一个四抓节奏 找到了最后的一台大遗产 那这边看一下自己的思路要不要踹 不着急 先钉到人 看能不能看到人 对 还是不急 这边因为如果 哎呦我踹了 还是踢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就踹掉以后比较能放心的出去看嘛 主要是 你踹掉之后 你谁敢摸密码机 我就来找你 是 因为这两个人其实不太有调整的 他知道位置 一个合成没有钉到 距离有点远了 因为没有耳鸣 对 现在这个时间对于求人者来说 一定要 给到安逸 让安逸去逛街 他们来自己去摸箱 但是 合成 二阶雕像直接找到了九梦图 九梦图已经是摸了吧 真 但是很可惜 还是被找到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刚刚九梦图应该是教过自己的一个自己的 是的 他在厂房教了自己 怎么如果被打倒了 一下 上次没有雕像 但是密码机远远不够 只要这边把空军击倒 再去找到前锋 这个局就是一个死抓局 前锋那边已经冒乌鸦了 现在就是可以放心的去处理空军了 没错 这边的话 九梦图还在挣扎 但这个雕像 可以夹 直接夹倒了 那边乌鸦刚消掉 锁定 这个局对于球者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翻盘了 哇 那现在 现在前锋的道具 感觉 就是这最后的50的密码机 根本点不开了 没有办法去点开了 对 因为这个局开机 真的是囚徒 你最后两台大一产 有什么用呢 你要跑图去补啊 是的 这里 开怀表 但是怀表对于雕像的二阶 对其实是可以预判一点去夹一下的 但他根本不提 他现在是 就等你出来呗 我雕像多呀 我就纯雕像也行的 作为一个猎人嘛 他现在相当于是一个猎人 根本就不着急 就让你这个猎物在里活梦乱跳 没有关系的 没错 因为你这个局已经没有机会再去翻盘了 直接夹倒 是马骑的一个速度有可能跟不上 是 而且你的牵制是会被这个愤怒所压制嘛 对 这波是什么 一看点 看刷点 刷点好的话起飞 二看自己的一个操作 在学校门出车 应该先往鼓动摊摊了 对 但是先排下人 这边被车挡一下 是的 中场 张狂风窗 就是一个前期篇幅 这有一下的机会吗 但是是个守木人 这边能滚 对 但他滚到也没太大作用 那滚完以后可以直接下铲 收益不是特别的高 但这边一定要逼一个铲子出来 对 不像吗 有点瘫呀 九梦图 加速这边算是 这个位置有第二下 直接变出来 那这位置得下铲了 但是 如果说你摸到这一刀 开出技能出来 是可以把你从地里给炸出来的 对 但是他摸到这一刀 他不就从地里已经出来了吗 第二波可以炸出来 所以你会 拿一刀 你会拉一些距离 对 然后你第二个铲子你是下不了的 因为你下了我可以把你炸出来 一个夹很远 但是没有夹到 这里因为 脏狂的原因 对 看一下 那次已经开了 不太敢下铲了 不太敢下铲了 很危险 这个夹子空了 但是空军交强 但是兴奋 冲过来 这个铲子刚好瞬间 秒掉了守木人 而且可以挂毒洞的遗产 最难追的突破好 我就是要硬生生的拿下你 那现在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压到了脸上空军这个位置 这边感觉 怎么卡呢 我们的守木人还有点轻敌了 这个前击击倒速器是很快的 是的 因为这个阵容是属于是文盲阵容 对 文盲阵容的情况下 他哪怕再多牵制一个铲子 可能也开不到三点 而且N1他的一个思路很清晰 这波我就不变 就是本本定定的手椅 把自己的2G开出来再去变身 是的 这个局就是一个平均往上走 这边狐狸想秀 但是 一波拉球被打断 这个地方球进入cd 怎么说 先追上去 根本不急 但是这波武装非常漂亮 那他能够去拿狐狸一刀吗 好像球的cd是能好的 直接掉头走了 非常多球 这个人甚至可以不追 直接选择来换追 是的 因为守木人已经下铲了 所以他干脆换节奏了 是的 你狐狸现在没有任何道具 也是一个拖断口 这边一个捏就可以捏倒 二阶一到一个悲观直接扎倒 是场上的密码机满打满是吧 还不够三台整 直接选择挂到路边摊 顺便清一下大洞 这个位置的话 因为空军守门的道具全部打完 其实祭司救人是最合理的一个打法 对要不考虑打西洞呢 还是再卡一会 要卡一会 要卡一会 卡着的话大洞就被处理掉了 那AE的话不想跟你再等了 要么你就救 要么你就准备被我滚 是的 哎呦可惜了 这边开了一间都没有抓到 走位还是比较秀的 而且这些打动很快 这个地方要卡一下 但是有点滩了 还在压 好滩 这样的话是想要给队伍争取时间 但是 已经没滚到一下了 直接打断 如果强行救了下来 选择打了一波针对求了一下稳 但是你这个祭司也是救不了人了 是的 这一波救人还是求人者比较赚的 因为他其实前面地层次上的比较晚了 如果说能够早点上的话 他利用 但是这个通缉也太难受了吧 哎呦那这边空军 这两个满重台全部被通缉 不过好消息是戏谑的CD没好 所以 打让祭司过来 这边想要再来一波 但是很难 得两个人打配合 这个位置再滚一下 这边有机会打断 想要去针对 怎么又被掏下来了 他不管了 不守移了 就是打你下来 我再抓你前锋的节奏 他知道你两个人来 密码机不够 但是人一定能下来 但是其实很球稳 他不知道自己是打断了前锋的拉球 没有第一时间交那个悲观 无所谓了 是的 小问题 因为这边的话就是稳稳的先放飞一个 拉一个平局起步 他们拿优势嘛 优势方就是稳 第二波这种其实也是很容易去衔接的 因为他技能还没有交过 没错 而且当时根据这个通知 导到了九梦图 这里的话要不要直接切 不切 第一下没有滚到 他就变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角落 他的一个思路 他没有底牌 不好意思 他没有底牌 对他这把带的这是张狂风窗 对 张狂风窗 又为了针对那两个 有点上头了 有点上头了 就感觉特别帅 冲过来直接切 好那这波是戏谑的技能好了 应该是炸倒 能炸倒 有一波手里的机会 那边密码机还是差一点才能压好的 这里有没有地压实 看一下 是有地压实的 要不要挂呢 没挂地压实 他还想继续换节奏 可能他觉得密码机可能不太够 对 我觉得是 对他是想出去的 他想出去 但是密码机其实是够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对于球人来说 这个局有运营平均往上的机会 是的 这里直接掏了下来 因为机子是够了 那现在一个吸血在边 夹子 直接开的话 直接开的话 这边如果持夹子被秒 那祭司不一定走掉的 是的 现在囚犯图只能继续再往窗户靠 但是手上还有一个夹子 这夹子要中才有机会三抓 打倒了 那其实保平了感觉 因为大洞起了 对 那边起大洞了 因为你如果说你补快速击倒大洞一拉 那这个局是稳稳的平局 对于双方来说这个平局都能够接受 狼队是因为他们有优势 而ACT这边其实是因为前期的一个击倒速度 是有点快了 没错